但是孝辰 你說民雄鬼屋真的非常有名 然後超多人就是喜歡去探險 不是嗎 那為什麼這些人就是這樣 但是還有一棟 比這個還恐怖的 對 那個民雄鬼屋是 台灣所謂四大鬼屋之首 OK 它是最有名的 同樣在嘉義在彌陀路上面 其實有一棟二十層樓的大樓 那個聽說也非常的陰 他們當地人認為是說 它比民雄鬼屋還要更猛 因為這棟大樓 它大概從民國八十五年以來的話 其實不斷地會有一些命案發生 每到農曆七月前戲的時候 大概大概前半個月 你就會看到有一個 有人就是莫名其妙 就坐到那個準備要跳樓 就爬上去了 準備要跳樓 所以只要看到有人在雙腳懸空 坐在那個女兒牆那個位置 準備要坐跳下來的時候 下面的人都會這樣子說 七月的魔咒又來了 抓交替的那個狀況 不斷地發生這樣 的確有發生過幾次這樣 那這個大樓 它最有名的是從民國一百零三年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大學生 他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說他的一個親身經歷 那時候他發表在PTT上面的時候 他說他是跟另外一同學兩個人 因為他們要合租 他們就去租了這個大樓裡面的 其中一戶這樣 一租進去的時候 一開始他覺得怪怪的 一開始也沒想太多 可能應該租金便宜吧 後來他們就搬進去 搬進去之後 他開始發現到什麼 發現到門口 就一關起來 他發現到用一個透明膠 在門的後面用那個畫那個符咒 就好像那個符咒那個樣子 兩道符咒在那邊 那時候他們想說奇怪 這個是裝置藝術嗎 也不像嘛 對不對 我覺得應該也沒什麼 算了 繼續住 後來他們又在那個廚房的牆壁 那邊就發現到什麼 就是牆壁這邊就開始出現 滲出有一種像血跡的那種液體 摸起來然後聞一下 發覺有那個血腥味 有那惡臭的味道 還有另外的話就是天花板上面 也莫名其妙就突然間好像被人家掀開來 不是那風吹的 有時候天花板可能會有一些外面的 風管的風有沒有 會吹起來 那個不是 明顯是被人家掀開來的 所以知道後來的時候 他們最後的一根稻草是什麼 所以一個大學生的時候 當時應該是在洗澡 他寫得很曖昧 應該是在洗澡 洗澡的時候有沒有 然後就聽到有一個女生的聲音 在耳邊有沒有 用台語講了一句話 就是衝三個小朋友的那句話 一出來之後 大學生馬上立即驚覺不對 然後就開始說 我們應該要找師父吧 我覺得他應該先找房東吧 所以他應該先去找師父 你找了師父之後 師父一看就跟他講 東西說一說 搬家 他說為什麼 你們陽台外面就看到一個女的 一個爛掉的半張臉 然後還抱了一個小嬰兒 然後就這樣惡狠狠的這樣子 從窗戶外面 就陽台上看著他們兩個 這兩個一聽完之後 立馬聽說用非常快速的速度 就把所有的那個所謂的東西 全部收完之後就搬走了 那其實這一個洞大樓 他有名的地方從哪裡 我為什麼講 從民國八十五年開始 民國八十五年的時候 他發生過一個 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新聞 兩個高中生是一對情侶 那是因為那個雙方家長都反對 後來的時候 兩個人就決定 從石偶的花臺那邊就跳樓 殉琴 殉琴還留了一個遺書 希望他們能夠合葬 最後聽說還是兩個家長 還是極力反對 一直沒有合葬 所以變成是一個 算是個淒美的這樣子的 愛情的一個悲劇 再一個是什麼 再一個是民國九十二年的時候 有一個女的 因為他跟那個男朋友分手 心情很不好 那天穿的就是不知道 可能民間信仰 穿紅衣穿著紅鞋 然後到了頂樓二十樓 把紅鞋放著之後 然後就往下跳 跳了結果後來就砸到了一個 女老師 以前台北有發生過一個 是砸到一個熟霸掌 對不對 他是砸到一個女老師 結果這個女的就死掉了 就是自殺的女的 已經當場就身亡 可是把女老師壓傷了 女老師後來是有幸存 後來這個女老師是成為 嘉義士的一位議員 一個臨身份議員 當時就是那個女老師 諸如此的 一直發生過這麼多的事情的時候 所以當地人講說 我通過大樓之外真的是太不想太不吉利了 所以有很多的一些靈異的傳說 這個女孩子 她當時她因為家境的關係 所以她就去做了酒家 那麼想辦法要努力賺錢 後來賺了錢也買了房子 也認識了 可能當時一個男性的友人 那兩個人一開始是住在一起 那也買了這房子 那大家都非常高興 那她也覺得 那有一天她工作的時候 稍微比較可能不舒服 比較早回來之後發現不對 怎麼會加一頭 她的這個男朋友 她就是鬼鬼樣子 很奇怪 後來發現她帶了另外一個女孩子回來 就很生氣 就把這個男生跟那個女生 把他趕出去 趕出去之後 因為那個男生想盡辦法 要奪她的這個家產 後來她想 最後她越想越氣不過 她決定要就是想不開 然後想說也可以報復這個男生 所以她也刻意穿著一身紅 然後當時就是OK 做了上吊的動作 那之後呢 大概基本上晚上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經過的時候 就會看到有一個女生 在她的陽台上 穿紅衣服 在那個地方 那這個故事呢 其實到這個地方好像高一階段 但是後續有很多地方很特別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大概 差不多二十年前 那時候有一個 非常呼刮大哥 他有個非常有名的一個綜藝節目 當時就請了就是很多人就 比如說我們來猜猜看 現在這三位猜猜誰是真的 有冥婚的那個男生 每個人都穿得好像古代的新郎一樣 後來他們在講 我就說那就是哪一位 他們說為什麼 我說因為他旁邊有一個女生站在旁邊 然後當時到了結束的時候 後來在拍的時候 正是那個時候 他出來的時候 拿了一張不能算畫 那個叫做以前就是油畫 油畫就是那個女生的一個畫像 拿出來之後我一看對就是 他說老師是這個人嗎 我說對就是這一個 然後後來他才說 他當初是怎麼樣去結這個冥婚的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要求名牌 你會發現求名牌 那你大家這個很準 那個很準 好那有些人就跟著去對不對 那他才說這個鬼屋很有名 而且又是這麼厲害的鬼屋 如果跟他談一條件 如果可以求到名牌的話 我就會怎麼樣怎麼樣 那結果沒有想到 他就是去睡 一次 兩次 三次 那你也知道正常的 就情況下求名牌 去睡鬼屋睡 墓地都是半夜 你的另外一半一定會怎樣 懷疑 對啊 那你半夜不睡覺 你跑出去哪裡 然後你也不敢大大大說 我去睡公墓 我去睡什麼 對啊 所以後來他老婆叫他去抓姦 抓姦之後發現 他翻進那個房子裡頭去 奇怪了 這個到底在幹嘛 反正他就他就外面等等 等了大概一個多鐘頭以後 他怎麼都不出來 好 於是他們就衝進去要抓姦 衝進去之後發現 他老公到底在哪裡 後來發現他開一個房 最後開到一個房間 打開之後發現他老公躺在床上 可是床上只有一個人 他想知道這個不太對吧 這房子像廢棄的 他一個人躺在那邊 他就問他說你到底到底在幹嘛 他說我來求名牌 結果因為那老婆真的就是 也不知道該講什麼才好 結果沒有想到他一開始說 也許我可能多燒一些金子給你或做什麼 最後女方提出就是說 如果可以的話他要跟他明婚 想要跟他嫁給他 然後而且隔天 那個屋主就是他的他的媽媽 就說我女兒想要嫁給你 你可不覺得OK 那如果嫁給你的話 這房產全部給你 但是當然基本上 每個人聽了可能會心動 可是問題是 你的另外一半同不同意 明婚要老婆同意嗎 一般來說大部分都會同意 因為怕不同意 然後他會找你麻煩 對對對 他是為了名牌同意的嗎 沒有 還為那個房產 對 一個是名牌 一個房產 第三個聽說 就是明婚的男生 後來在事業工作跟財運上都會不錯 所以他也就想說 那其實是可以的 問題是他的老婆 就是覺得不對 因為你知道 我跟你睡著 我怎麼知道哪一天 我會翻過來看到 對 看到另外一個 對對對 所以當然他就一直不同意 不同意的過程中 就變成他老婆常常會生病 就一直拖拖拖拖拖拖 拖不會好 那最後那一場錄完之後 他就說 老師可以幫我勸我老婆 那我也只能幫他勸 然後我也 我就等於三方溝通 三方溝通完之後 就當然他老婆還是堅持 因為他覺得他心裡內關 他是過不去 真的等一下不願意 我也不能夠說硬去 要人家答應 所以後來這個事情 就想說就是告了一段落 結果沒想到十幾年後 因為我們常常 那時候有很多靈異節目 就常會到鬼屋區域 那一天就開車開了很久 到中部那邊去 結果那邊車開到那邊去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們先進去錄 錄一錄出一段話 老師 趕快進來 趕快進來 然後我們就趕快衝進去 衝進去 走走走 他在哪邊 在哪邊 我要走走 我就停了一下 他說 怎麼了 老師 怎麼了 我說 他說 這個女鬼我認識 就是當初那個嗎 對 就是那個 然後我說 就是那個明婚 對 對 我說不好意思 我先跟他聊一下 我先跟他聊一下 然後先跟他溝通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是來拍片 他只是單純來拍片 不是要來打擾你 然後怎麼樣 然後教育教練 我說後來結果怎麼樣 他說後來結果就是 因為他一直不同意 那他本來房子是給他就是使用 然後他的房子 比如這個是房子 這條線後面就是他搭了棚子 他做他的工廠 後來到最後 一直都他老婆都不答應 然後事情不成之後 他生氣了 就那一天就發生火災 後面開始火就燒起來 那火一直燒 大家就要緊張 完蛋了 整個房子都會被燒掉 可是很神奇的 火燒燒燒燒燒 燒到這個邊界的時候 火停了 然後房子就沒有燒進去 然後當時 那後來他們也就 那個男生這邊 也不好意思就撤出去 但是他還是會回來看就是 那只是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後來我就講說 那不好意思 那他們只是錄影 那你可以給他一點效果 但不要太厲害就好 所以最後他們說 那老師 我們要給他上香還是什麼 我說要不然的話 我們這樣 因為他以前他很喜歡抽菸 我們點三支香菸給他 那香菸點上去之後 很神奇的地方就是 因為我們通常會架機器去拍 機器是固定的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煙 很像我們在吸煙的時候 亮 然後瞬間亮 就像吸油的瞬間 對 那就一直看到 他就是一直這樣子 然後到那個結束 然後那一場 你要說恐怖 也是 你要說後面 有一點點溫馨跟有趣 我是真的說這樣 因為他們沒有 從來沒有試過 沒有遇到過說 去到鬼屋居然會遇到 認識的這個好人在 我也是聽到 誰會遇到 溫馨有趣的應該是那一段吧 就是他相遇固執 我先進去聊一下 那種感覺 因為劉主席 你也常去一些 尤其是恐怖的地方 你說要探險 拍片或什麼都會這樣 彤彤在這部戲裡面 是講說在公墓中邪 對 那你有在公墓中邪過 因為我們那時候 其實跟謝老師一樣 就是靈異節目出外景 我們那時候出外景 最討厭就是靈異外景 尤其是到公墓 然後那時候是在高雄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公墓 因為很多學生 喜歡去那邊夜遊 然後在網路上面瘋傳 就是那個地方 幾乎每個月都會有發生 一些靈異的事件 然後在那個時候 就是因為有一個年輕人 他很熱心 因為他每次要回家上班的時候 一定會經過那個公墓 然後他只要在那個地方 發現有一些無阻的 沒有人 沒有人在打掃的 他會主動去幫他清理 甚至人家墓碑外掉壞掉了 他也會幫他修復 可是這個年輕人三年幾歲 他就得了癌症 他就覺得心有不甘 又回到那個公墓的時候 他就去跟這些老大公 這些好兄弟跟他們哭訴 就是說我都會幫你們修墓 幫你們整理墓園 但是你們都沒有保佑我 然後還讓我得了癌症 結果後來他再度回到 醫院裡面去做警察的時候 那醫生就嚇一跳 結果警察出來 居然他的癌細胞竟然不見了 然後那時候我們出外景 最主要就是要去拍 這個年輕人幫他修復的故事 然後以及那個靈異點 所以我們那一天 大概下午三點多的時候 我們就進到墳場 然後就先拍那個年輕人 再修理那個墳墓的模擬畫面 那因為這個就沒有我們的鏡頭 那我們就在旁邊那邊先晃 結果晃了晃去的時候 我一走過去 結果怎麼有一個東西 好像突然間刺到我的右腳 就這樣扎下去 然後我就痛了一下 可是看旁邊沒有尖銳的東西 不知道會有什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就在這裡晃來晃 又走回來的時候 又被刺了一下 然後我那時候一看 怎麼剛好就在那個墳墓的墓碑的 正前方被刺到了 所以我就不敢走了 不敢走動 然後一直到晚上 我們大概十一點多 又回到那個墓園的時候 我們就找了就是傳說最多阿飄的那一條路上面 那我們攝影機就直接定咖在那個地方 然後要拍看看有沒有什麼動靜 結果拍了大概十幾分鐘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很清楚看到 監視器裡面有一個藍光出現 但是我們的肉眼這樣看出去 看不到那個藍光 那問老師 老師就說因為有好兄弟在那個地方 那後來那個鏡頭拍完之後 我們最後一個鏡頭 就是大概已經快一點了 那時候那個編導就跟我講說 等一下腿哥你就從這一條路走過去 然後就攝影師就後面follow這樣子 那那一條路就是左邊是清朝留下來的墓 一百多年的那種老墓 那右邊這邊是日據時代日本人的那種墳墓 然後我就要走 那編導就開始喊 3 2 1 然後我的右腳突然間就沒辦法動了 我那時候意識非常清楚 可是我的腳根本沒辦法抬起來 然後那個編導就說腿哥你怎麼不走 我說我沒辦法動 右腳沒辦法動 然後那個跟我們一起去 那個老師就說沒關係 那先休息一下好了 大概隔了大概十來分鐘 我的右腳可以動了 然後我們才完成最後一個鏡頭 那那一天回到台北的時候 大概已經早上大概差不多七點八點 我們就先去吃早餐 在用早餐的時候我就發現我的右腳 有東西一直刺我 一直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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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發現不對勁我趕快打電話 跟我老婆講說 我等於我已經回到台北了 但是我不先回去我要去淡水找禮貌 就是一個通靈老師 然後我一到他們那個道壇的門口 那個禮貌還看到我就跟我講說 你不要進來 你就站在那裡就好了 那時候我嚇了一跳 那個禮貌八十幾歲 那很兇的這樣跟我講 然後我就怪怪站在那邊不敢亂動 然後他就點了一把那個香 然後從後面幫我加持 結果他香一拉上來一拉 我那時候整個胃裡面就反胃 然後就開始吐 然後吐出來那個味道真的是非常的腥臭 可是突然之後我就覺得 整個精神就好很多了 結果那時候的旁邊有一個女孩子 她是有陰陽眼的 然後她也是請義媽 也是要去那邊收的 結果她在旁邊她就跟我講說 哇師兄 那個機身那個阿嬤好厲害 你旁邊有一堆都被她打散了 結果她才講出來之後 她馬上就被處罰了 然後就跑到廁所裡面去吐 那後來義媽就跟我講說 以後你要再出這種外景 你記得就先回來 先加持你的原神 不然的話真的很容易惹禍上陣 OK 我開始要接這個鬼片的時候 我也是不大敢 我還是我們家有神明 我還是拔筊 他三個筊我才去接 才接 我心想我有靠山 這樣想 其實我第一次 第一個鏡頭 我就好像碰到了 人很不舒服 然後因為我那一場是在拜神明 拜完還要拜那個 床膝那個 那個是比較邪神 OK 對 就像小鬼一樣的那種 對 就是有壞道是亂教我的 教我 所以那一天我 那一場都還沒拍完 我腳不大會走 然後一直吐 一直吐 那個時候他們就很緊張 那個道長還沒來 我說 他們說還沒 因為他要提 我們要拍這一場的 前面他就要提早 那天剛好他遲到 對 所以後來人家叫他 他就 小燕姐不好意思 就把我帶到那個 他都有 我們那邊 現場都有一個小那個 壇 就是 就叫拜拜 拜拜的 是媽祖 我就去那邊趕快給他拜拜 他去幫我做法 然後又弄了一個保身舞說 你這一個就要帶 帶著拍到你 你殺青的時候 這樣子 我就帶完 因為我本身自己有帶一個 家裡神明的那個 副身 我就有兩個副身舞 再回去拍 就好很多了 可是妳有夢到楊錦華 妳說楊錦華是女兒嘛對不對 妳有夢到他 用很硬撐的表情來帶妳 是收工回家的 在家裡夢的 在家裡夢 我還夢兩次 第一次 第一次就是 我起來 因為在睡覺 在睡 我們睡覺電燈中 開那個安安的 就好像睡覺的時候 醒來看到 好像那邊有人去看 就看到楊錦華 然後坐在那邊 眼睛就很不懷好意的 看著我這樣子 我就醒來 醒的時候 我就不覺得怎樣 我在想 那是不是我們現在 最近都在拍戲 日子有所思 每天就這樣看 過兩天晚上 我會再夢到他 也是那樣子 惡狠狠的瞪妳 對 看著我 你看他對妳有多不滿 他對我很不滿 那個時候 我真的怕了 然後我也不會相信說 什麼日有所思 我就馬上 然後不管誰 我去念我 我每次很害怕 都是 就會練神明的神號這樣子 楊菁姐妳後來出國 有碰到很怪的事情 就跟老公帶著女兒 乾女兒就出去玩 那我們當晚上要選飯店的時候 我就看到有一間 就是譬如說一號二號這樣子 在裡面他中間有一個 中間有一個 就親子房的那種 對 我想說女兒他們住二號 我跟我老公住這邊 晚上要交代什麼 門一開 就可以過去他們的房間 最後我是怎樣 我說明天我們去玩 都是很早就要起來 我說你們兩個不要再聊天 洗澡洗澡 等一下就趕快睡覺了 明天不要再遲到這樣 好 那我就把門關了 就出來 因為很晚了 十一點多快 十二點後 我也想睡明天早起 我就睡覺 還要睡著 一一一一一就聽到 隔壁這兩個小女孩 就好像兩個女生在聊天 聊天就嘿嘿嘿 有笑的 有點打氣 我好幾次很想起來說 過去跟她講 你們不要再講話 趕快睡覺 可是我沒有起來 到第二天起來的時候 行李都想要在 大家都在那邊集合 這邊集合 我就把那 昨天在跟你講 就趕快睡了 兩個聊到 我後來看那個時間 到一二天 兩個還在嘻嘻嘻嘻嘻哈哈的笑 她說媽媽妳在說什麼 妳跟我們講完 過去我們兩個就都睡著了 那還好 那還好妳那天晚上沒有 那時候我就嚇一跳 還好我沒有過去 還好我沒有跟她講 妳要過去的話 那個門一打開 然後看到他們在睡覺 我什麼都沒看到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看不到 我夢遊 沒有 我這樣想 我就覺得很可怕 對啊